2006年参与林坤汉筹办的安可十家哨棒专案 期间认识了徐生铭总教练 事后特别约在士林的餐厅共进晚餐 也透过影音访问的方式了解徐总对于泰山的观点 陈锋已久的影片被我翻出来 完整上完字幕分享给怀念徐生铭教练的球迷们吧 那时候在石暴云嘛 那时候他刚从美和毕业 在打石暴云的业蚁球队 那刚好也是碰到石暴云要解散 那我在代表队回来的时候 在练习的时候有看到他的历史 当然以他的年龄 他的那个打球的那个 可能有将来信 那所以卫泉要找我回去的时候 刚刚也碰到石暴云结束 那我就想说 叫他说跟着我走这样 那我个人感觉他是有棒球的天分 有棒球的天分 所以我就把他找到卫泉云 因为我想带他到卫泉的时候 没有人认识他 那第一个他没有包吻 第二个他也是年纪轻 那当时卫泉有很多很优秀的选手 都可以指导他 那我个人感觉的话 就是说进入职棒以后 有电分有学长在指导之外 自己还是要努力啊 当然很多时空的配合 很多机会的配合的话 当然才可以照着他今天的成就 我个人来讲的话 应该这样讲 他刚到卫泉的时候 因为很快的郭建林就离开了 如果说郭建林多留几年的话 在基本动作上可以多教他 这第一个比较可惜 第二个就是说 他其实是比较适合手一壘的 如我的看法 因为他是以打击比较为重心的 可以手一壘的话是比较好 当然因为现在新隆的话 可能人选的关系啦 所以说这个位置如果说挪掉以后 可能就是比较 必须要守备啦 那如果说有空间的话 让他比较专心打击的话 会比较好 表现也当然也很好了 但是我是认为就是说 新年网当然是个假的 那职棒的长久打得好 打得久 那是才会身为一个职棒选手 比较需要去 去比较去注意这个地方 那你说第一年新年网 第二年是没有表现的 事实上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这只是个过程啦 当然有很多职业选手说 第一年很好以后 投的第二年不好 然后打的第二年 不这是常有的 不过我认为一个职业选手的话 也是要长久性的 这个过程你只要把它记起来 什么不好 怎么好 那对你往后比赛 往后的机制面会才有 那个思考改进的空间啦 所以现在打到第十年了 其实它已经很早期的事情了 倒不必再想那么 想十年前的事情 因为应该就是说 怎么去再打好 再成熟一点 那把你的那个 巅峰的时间再拉长 因为它从一个卫犬环境 换到一个新农的时候 我想对一个换环境 当然我来讲的 我是没有 因为我已经换了太多环境了 那以一个环境来讲的 就是说一个球员 他们的思考 他们的想法是要确认 就是说 你是棒球人 在任何球队 任何球团 你都可以把球打得很好 这是你的天才 不是说 这个球团很有钱 很有热心 还是说 这个球团比较 好像比较小规模 这个不是因素 那或许他们还没有成熟到那种 就是说 他没有想到棒球人 应该走的路 只是说 我离开这个位置 我离开这个家以后 我可能就不会打球 可能就打得不好 可能会存在这个 就表示还不成熟 所以你说 他离开卫犬的时候 应该是在卫犬待了四年 那第五年第六年 我想这个 反过来 如果刚开始是在 不好的球队的话 战机好不好的球队 换到新荣好的时候 可能会不一样 我想这个对他来讲的话 应该他把它当成是一个 一个经验才对 所以现在为什么不会有 因为你在想 我在哪里都要打球 所以换句话就是说 当一个职业球员 当你到了一个职业球队以后 这些观念你就是要很成熟 不能说换了环境以后 才来想到这个问题 那我就认为是说 表示说他刚进职业以后 这个观念都还没有成熟 第一球回放 这个我有印象 当然 泰山的习性的话 就是很喜欢打第一个球 当然打第一个球的时候 当然不是说好跟不好的时候 我只是要告诉他 就是说 职业跟业矣的不同 就是说 职业你要有自己的判断 当然这个判断就是 在什么时机可以打第一个球 在什么时机 比较不希望打第一个球 这个是 身为一个职业选手的话 你自己要去判断 虽然说在当时他是一个 18岁的一个选手 当然蛮年轻的 不过你也很多的机会 就是在再有机会的时候 你要一个教育给他 那我常常讲 棒球选手就希望很高的领悟力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对他会比较有帮助 因为职业选手不希望说 教练在你旁边是抓手抓脚的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职业选手就是要有自己的这个思考空间 自己的思考的判断 所以对你往后的这个前途的话 才是比较有帮助的 所以当时我是以这个观念 来对他讲这些话 我们讲的缺点 当然我想我们如果看棒球的话 当然一个棒球选手打 手跟跑 还有甚至在球场上的一些风范 所以这些都可以看出说优缺点 我个人感觉到就是说 他的这个打球的这个 控制力还要再内敛一点 就是说被棒的时机 打不好的时候 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调整 这种东西还是有在加强 那当然好的地方的时候 当你打得好的时候 对不对 怎么去做一个魔幻 打球态度的话 这些是你自己身为一个职业选手 甚至说到现在 已经属于一个台湾的棒球员的指标的时候 你要去思考这些东西 所以我讲 打得好不好 是别人对你的看法 但是你身为一个职业选手 尤其是顶尖选手的话 你要做不是只有球技上的问题 整个要对台湾的这些打球后备的这个选手 要有一些示范的作用 那这样的话 对你在棒球界的这个流民 或者是说这个理想 会比较有关系